吉安乡公所积极向客委会争取的 南普客庄溯源计划 海淳秦申一客庄二期工程 目前已经竣工了 而吉安乡长尤淑珍 就特别会同了建设客长 以及吉安农会总干涉张德琪 博工庙管理人员等等 前往现场勘察 并且也听取简报 建设完工后的建设品质 而乡公所表示 将会持续的来致力公共空间 传承博工的信仰 以及保留客家的历史风貌 南普客家溯源计划 海淳秦申客庄二期工程 以仁安村整修农路 及东昌村整地率美化为主要规划范围 希望能循速客家移民登船登陆地点 透过工程将海滨博工庙 结合客家廊道 滨海自行车步道 二日上午吉安乡长尤淑珍 协同建设客长 及吉安农会总干事张德琪 博工庙管理人员等 前往听取竣工简报 以及实地检视完工品质 报赛蛮用心的 相公所在设计上 也考量到很多细节的部分 然后针对 尤其是针对农水路的部分 因为以往这个是水尾区 不好灌溉 都是土区 然后这一次的工程 也把我们的整个农水路 跟的改善 都做得尽三尽美 让直接到最尾的一块田 它都可以吃到水 所以整个经济下雨就上来 农民的田就比较活络了 现在因为天气比较好 不然走下去的话 每一块田都有在种植 所以以往都是休耕 因为没水 那现在都恢复种植 让土地消息都增加很多 工程整体提升南宾福德寺周边环境 整介廟前榕树广场与停车场 安设置行车架与无障碍厕所 提供乡亲和游客使用 滨海客家廊道以博工庙为起点 铺设长达494公尺的农路 最近以来大家都认为在滨海很难找到一个厕所来使用 民生的问题是大家反应最多给游安相公所的 所以我们也借此这个计划里面 也让我们在人安的博工庙旁边 做了一个适性的厕所 由庙方来作为一个馆养 可以提供我们非常适性使用的 所以我们一并的也搭配了这个种植区的农水路 来作为一个适性的改善 我相信正确多元的一个建设 感谢我们中央客委会 以及我们县长 县政府给予我们地方 这样的一个建设款来搭配完成 滨安相公所一定会善尽我们 对地方建设努力 适性规划圆满的这样的一个 致力工作一起来 持续进行 相公所在连接滨海自行车道的 滨海客家廊道出入口设置车档 禁止大型车辆进出 不料完工后不久遭车辆击破坏 刘竹珍表示 呼吁民众务必爱惜公共建设 并感谢客家委员会及华林县府 分别预注补助款900万及266万元 县公所也将透过华人海提警官登工程 完善舒贤动线的夜间照明 让在地客庄重现新人壁路蓝绿 远渡重洋开疆辟图的历史风貌 记者长帮燕姐安相报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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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